那很高興這次又來到南華 我應該是第三次來了 第三次來 那我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的主題是要介紹一下 Google有一個很不錯的應用 叫Google協作平台 那當然它是架構在跟Google帳號 等於是Google服務之一 所以待會呢 您要使用的時候 還是需要登錄一個Google的那個帳號 才有辦法使用 我先調查一下 請問有沒有人有用過協作平台 沒有 有的有的沒有 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應該只有24位進來 所以應該還有蠻多人還沒加入的 還有蠻多人沒有加入 待會您可以再加入一下 好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您在網路上呢 您可以找找這個關鍵字 這個舒文老師 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了 我有買關鍵字 老師也要行銷一下真的 好那 蛤 Google的你可以自己決定啊 點一次多少錢啊 哈哈 你願意付多少錢啊 好 那麼 您第一個會看到的 都是我的就是 部落格的部分 那另外呢 以前的電子報 另外還有一些像這個就是Google 有沒有 Google Size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叫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家也有經理YouTube頻道 所以我們就是我的那個 演習的內容我都會放在這邊 演習的內容 那您可以進到我的這個 那個部落格 您進來之後上面這裡也有 上面這邊 有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連結 還有我去過哪裡的 然後呢 可能有一個比較不一樣 就是這個Place簡報區 好不 簡報區 那麼上面其實就是會 分享 主要會分享一些文章 那另外呢 跟我們今天主席有關的 是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其實以前 我蠻常用 所謂的協作平台 因為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比較會到處亂跑 可是我常會發現說 很多學校 大部分的一個情形就是 雖然學校裡面會有 所謂的數位學習平台 但是 多數的使用者都覺得 不改多好用 這樣沒錯吧 有時候你是不願意的嘛 就是 不得已我要在上面用 可是呢 你又覺得那個好像 跟你的不太順手 對不對 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 比較快的做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用的 就是用協作平台 那協作平台它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您覺得做網站需要 會HTML嗎 現在慢慢的越來越不用了 對不對 都免費的就很多 像部落格也是啊 以前可能大家剛開始要做 喔很麻煩 現在不用了 就回歸到什麼 使用者的一個什麼 需求而已 好 那像跟我們比較近的 中正的教法中心 您可以看一下 教法中心 我是有跟他們想說 借用一下他們學校數位學平台 我如果去的學校願意借我的 我都願意用 我都用一下給他們看這樣子 那中正就不借嘛 所以我就自己借一個 所以你進到這邊 只有我的課程而已 只有我的課程 可是呢 我們就是會像這樣子 那因為下個禮拜也會到那邊 去有一個知識庫的 這也很好玩的 好 那像這樣 你看有沒有 上面還有像這樣下拉選單 對不對 這樣也不會很難嘛 所以老師說 你想要做包括整理念的教材也好 或者像我們今天主題講的 就是也許你有是專題 或者國科會的資料啦 或者是同學自己有一些專題的部分 你想要把它整理起來 那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像我在學校的 這個是我在學校做的課程介紹 平常老師會不會特別去拉學生 因為我的課是開在大三的 我是兼任講師 那有時候像3D這門課是選修的 所以我就要先丟下去 讓他們要休閃 不然萬一課開不成 我就不用來了嗎 所以呢 我就會把我上課要上哪些內容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哪一週上什麼內容放進來之外 我還跟他講一下上下學期 還有我們上課做哪些範例影片 各位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用那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做的 這裡的內容 影片放在哪裡 雲端硬碟上 好雲端硬碟上 可是呢這個是協作平台喔 你如果真的把它往下捲動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 Google協作平台技術提供 你可以改啊 只是一開始它並不長這樣子而已 我只是把它改的比較黑一點 好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看 你看這邊就連到雲端硬碟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上課大概會用到 做到哪些範例 所以他點進去 有沒有這樣是不是就看到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當然要讓他知道 我們上課是怎麼上的啦 所以我也把我們的一些上課的錄影片 也放在裡面 好你看這樣這個是這個學期的 今天早上剛上完 第十四堂 所以我上課 我真的不太想回家剪接影片 因為剪接影片比我上課還累 上兩個小時剪接要五個小時 輸出更久 所以老師都交給同學做對不對 因為他們需要磨練嘛 老師也要磨練啦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可以的話 事實上你在上課錄影的時候 就整理好真的比較快 我會 就像老師現在看到的 其實我都會像這樣標示標好 那同學回去的話 其實就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所以我想說給老師 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平台也可以這樣用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在那個 這裡有一個西屯國小的 這個是因為天數比較多 所以我在左手邊 您可以看到 我有針對不同天的 因為不同天有不同天的主題 不同的主題 然後呢 他的上課錄影片 我也像這樣整理起來 整理起來 所以 雖然已經上完幾年了 但是資料就是還在上面 還在上面 以後要找 是不是就很簡單 一樣的齁 你看我點進來 有沒有發現 我都是放在雲端硬碟裡面 對不對 因為大致上 除非你的影片 可能比較特殊 不然的話 像這種產生預覽的部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他都可以幫你產生預覽 您就不需要說 我還要下載下來才來看 對不對 搞不好下載完了 你才發現 這不是我要的 這不是我的菜 這樣就麻煩了 你就浪費那個頻寬嘛 好 那大致上是像這樣 那您如果連到我的YouTube頻道 您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我就是 像最近在大甲高中的 就是介紹我們今天用的這個 OneNote的平台 OneNote平台 所以 點進去呢也是一樣 就這樣分門別類弄好 那在學校的話呢 學校的部分 我就有一個平台 跟各位比較類似的 你看到這個 LMS可能會比較熟悉 有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學校數位學平台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叫做知識社群 這是同一家公司的 我們學校的是用這一個 那我也有用 只是說 您進來之後像今天的 我的就不會那麼單純 我上課錄影片這邊也有放 所以我上課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放三個地方 錄影影片放一個 在這裡 然後呢 雲端令也放一個 YouTube也放一個 所以我腳兔有三哭 我就不用擔心 萬一那個地方 影片不見了 我去哪裡找回來 那教材當然我就放在這邊 好所以這樣使用上 其實就比較OK 那當然協作平台 您剛剛有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 其實有沒有發現 其實還蠻客製化的 不見得說一定很死板 不見得一定很死板 我是不知道 剛剛有幾位有舉手說 有用過的 我的用的有跟你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齁 協作平台是怎麼我用的 不一樣 你也不一樣 就是你了解一下它 可能 也許你會覺得 其實也蠻好用的 好 那麼大致上這樣介紹之後呢 應該大家就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了 所以您在右手邊這裡 也有一些我們的免費的軟體 或是連結一樣就可以連結過去 OK 好